如果你想去东山岛旅行 那么这份史上最权币跟不采力攻略 对你一定有用 你只需要准备一千块钱 其他的交给我就好了 给你整理了一个拒绝走冤枉路的路线 高铁出发切记是到云霄站 不是漳州站 云霄站的右手边就有东山15路公交 一个人10元 先到南门湾 这里是电影左二的拍摄地 一半是大海一半是小镇 这里是东山岛中海湾中 最文艺浪漫的地方 如果南门湾有了另一半 那它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所有景点都免费的闽南海岛 随手扫个电瓶车 三远一小时到哪边都方便 沿着南门湾海岸线 骑着车吹海风 在不远处你会看到有一座绿色的灯塔 这是一个未开发的岛屿 退潮时才会显露出来沙滩通道 不需要坐船 直接走过去就能到岛上 这里拍照 如果你用手机可以这样拍 如果你用无人机可以这样拍 但是要注意退潮时间 每天都不一样 切勿在岛上停留太久 我们第一次是傍往来的 长潮了是这样的 接着去蓝色的苏丰山环岛路 半山半海可以骑小店旅上去 山石渔村 大海和天空四者融为一体 但是自家的朋友要注意了 苏丰山是单行到岛 环岛路下坡的尽头有个小路 走进去有个岩亚村不要错过 那边是岩亚恋人的拍摄地 火爆全网的网红悬崖礁石大片 就是在这里拍的 中午如果你想去吃海鲜 大排档的 记得一定要先问清楚价格再点餐 因为现在是近鱼期 冰箱里的要看一下是否新鲜 如果你特别想吃海鲜 那就推荐你去西亚西坑的海上吃海鲜 快艇来回接送 船上都是新鲜的海鲜 还可以去娱乐平台海钓 喂海贵 回来的时候途经南门湾海岸边 还能看到当地渔民在拉渔网 小银鱼金银剔透 海鸥成群 是我心中大海的样子 再来一晚下午三点 本地人就在排队的小西湖天堂 如果你想看海景吹海风 那么可以选择入住南门湾的东山岛屿酒店 这里是我们来了综艺的拍摄地 马下的金色的光影是这样的 真的很好看 再去被誉为中国夏无夷的马鸾湾 这里是国家翻船训练基地 是天然的海水浴场 但是要注意防晒 要不然你的脚就会变成这样 接着去澳角村 那边有个当地人才能找到的天涯澳角 寂寞远眺 蔚蓝大海 尽收眼底 海边提岸 海天一色 很适合拍照 玩累了去西部的一家超级复古的咖啡店 听一听这座小城的故事 接着去理想天然影棚 宫浅村 这里是西游记八线过海等 二十多部电影的外景取景地 最后一站是留给福建版的马尔代夫 这是一个存在于大海中央的沙滩 只会在潮水褪去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鱼骨沙洲 这么美的海岛 你想带谁来 详细攻略在这里